嗨我是桃子 今天来玩一张地图 那不是我的邻居 我们的工作就是门卫 我们的任务是要检查 来的人是不是伟人 如果是伟人的话 我们就需要报警 把他抓走 如果是真人的话 我们就要把他放进去 那我们来看看 我能分辨出几个伟人呢 你的工作就是检查每个邻居 并且每天都会有一份 申请借过大楼的个人名单 有些人可能想进来 但不在名单上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在清单上标出 他们不在名单上 然后继续询问这个人 此外您必须验证ID 和境理由是否正确 并且具有各自的地点 不要忘记检查ID卡的过期时间 记住这是1955年2月 祝你好运我的朋友 哦东西好多 我今天我都会记不住了 这是询问表 申请名单 文件详细资料 电话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访客名单 不就是这个吗 今天一共有五个人 OK第一个人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名单上 有没有他 有第二个 第二个看看这个 我们得先检查一下 外表是否一样吧 他这个一看好像就不一样 人家眼睛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这个人是伟人 好我们直接打电话 发现他是伟人的话 按下警报按钮 然后打电话 3312 已经派了一个滴滴滴人员过去 请等待 OK 我们现在就等工作人员过来 把他 清理程序完成 你可以继续开始你的工作 OK 那个人怎么了 被清理掉了 我们等待第二位 幸运观众 还是这个人 OK 我们先看一下外表 他好像长得没问题 眼睛 红鼻子 胡子 耳朵 OK 长得没问题 然后他的资料怎么看呢 姓名姓氏 还有身份证 身份证检查一下 对不对 11632 姓名姓氏 身份证 我都检查过了 跟这边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黄色的 姓名姓氏 公寓室 F020 F0202 F0202没问题 原因 我是一名律师 无论如何 我的公寓在二楼的02号 我检查过了 他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那说明他应该是正常人 我们就 OK 放行 放行 走吧 你 如果放错了的话 他好像会把我们杆掉 吧 我也不知道 第三个人来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就长得好像不太一样吧 人家眼睛是很正常的 他的眼睛怎么看着红色的 而且好凶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也是伟人 这他的外帽 我点错了 我想点这个的 怎么给他放行了呢 放错了 放错了 但是放错了 他好像没有把我们杆掉 双马尾 大眼睛 踏鼻质 红嘴唇 OK 好像没有问题 衣服好像也一样 看一下姓名 姓氏 还有身份证 对一下 身份证不对 身份证对不上 他的这个身份证 不一样 你这个身份证好长啊 怎么回事 不行 他的身份证有问题 我觉得他应该是伟人 不是啊 我已经放走两个伟人了 OK 外帽没有问题 姓名 姓氏 身份证 七七五二三八 他这个身份证 怎么这么长啊 而且你这个地地地 怎么少了一条杠啊 下一位 邀请下一位 受害者 怎么又是这个人 这个人好像来三遍了 今天 受访者里没有你 访客里面没有你 检查一下 姓名姓氏 身份证 19197765 19197765 44412373 4441237 多了一个三啊 这后面多了两个数 好像 而且你下面这个标志 地地地地 你怎么还少了一个地呢 啊 少了一个地 你这个是 造假 抓起来 我们现在发现了三个假人 然后错过了两个假人吧 只放对了一个人进去 你好啊 又来了一个 看一下外贸 没有什么问题 身份证检查一下 他的这个姓氏 他的这个名字和身份证好像是对的 F0102 对吗 对的 这个好像是正常的人类 进去吧 就是这个牛奶公啊 Milkman 看一下外贸 外贸 没有问题吧 他这个嘴巴稍微有点歪 正常就是歪的 Francis 身份证检查一下 你这个身份证怎么这么长啊 我觉得你不正常 你走吧你 清理程序已完成 没有人能逃脱我的法眼 哼 来来来 下一位下一位 OK 又是你啊 这个 小个子 外贸 没有问题 你等一下 我突然发现 这个人跟这个牛奶公 怎么是同名同姓呢 他们两个怎么同名同姓呢 233146 他这个是253146 你这个身份证错了一位啊 有问题 你这个身份证不对 走吧你 你好 又是你啊 又是你 下巴上长了个痘痘 身份证名字都对 照片外貌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好像没有问题 修理工 二楼的03号 OK 都没有问题啊 他这个 今天没有申请 是因为他是有紧急情况 行 相信你了 走吧 放行放行 这位没有受害成功啊 下一位 下一位受害者 怎么又是你啊 我刚刚放了一个你进去 一个人同时应该只能有一个真的吧 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应该也是假的 不然我刚才放进去的那个是什么 我怎么能放了个假的 进去吧 这个身份证也对 怎么办 怎么会有两个 怎么会有两个真的 怎么可能啊 我们看一下他的外表 给他找不同 红色的头发 是不是发型不一样 你们看这张照片上 他的发型是这个 直起来的这个朝天的直发 但是他 他这里好像是有点卷发 是不是啊 他这个头发好像不是很一样 好 假的 抬走 抬走 OK 我们先检查一下身份证 他的这个姓是错了 这个是MO 然后他身份证 这里是ME 这个写错字了 下一位 走你 看一下啊 这个小太妹 我记得我放了一个真的进去了 所以这个我感觉大概率是假的 我们检查一下头发 检查过了名字身份没有问题 看一下这个 01 02 这个住址也没有问题 它不可能是真的吧 我刚才放进去一个了 怎么办 但是我好像又没有发现 它有什么问题 把它放进去 进去吧 进去吧 放进去了两个 等它回到家一看 家里还有一个它 来新人了 来新人了 这个鼻子是不是不一样 等一下 这个鼻子不一样 它这个鼻子是正常的 它这个鼻子是红色的 假鼻子 带走带走 这个好黑 我看看 这个眼睛好像不太一样 这个照片上的眼睛 起码还能看见白色的部分 它这个怎么看不见白色部分 眼睛不一样 哥们 走你 又是这个 这次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眼睛是正常的了 能看见白色 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在这里 OK 这个是都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这边 它是住在二楼的五号 对吗 二楼到五号 上班组 对的 这个好像是真的 我们放行吧 它这个眼睛一看就是假的 正常的眼睛是白色的吗 眼睛是白色的 它这个眼睛都是这种 红色的 我们现在17个邻居 好像都检查完了 我们发现了9个佳人 加上我不小心放错的两个 就是11个佳人 我看一下 任务失败 放进去的假人两个 邻居被嘎一个 我就是不小心放错了那两个 如果那两个我没有按错的话 那我就是赢了 我看你们这种东西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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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